台塑企業今年受國際情勢影響 獲益不佳 連帶年中也確定比去年要低 依照前十一個月狀況來看 可能剩保底的三個月 成為近五年來最低一次 尾牙場面超盛大 因為疫情停辦好久 可惜今年台塑同樣宣布不辦尾牙 維持發放殘匪的方式 不只如此 年中恐怕也要讓人失望 前三季受到通膨 還有升息壓力影響 加上大陸經濟復甦 狀況不佳 第四季又有尾巴戰爭開打 讓市場景氣復甦受到干擾 台塑企業今年獲利情形不如預期 連帶影響確定年中會比去年還要少 根據台塑勞資雙方簽訂的協議 年中獎金的公式 就是台塑四大平均每股稅前盈餘4.1元 就會合發4.5個月的年中 EPS每加減1元 年中就會加減0.6個月 以今年的營運狀況來看 如果12月沒有出現大衝刺 年中恐怕只有三個月 將成為近五年來的新低 全球的景氣都不好啦 尤其我們石化產品的過剩 油價就會影響到我們台塑 這個企業的獲利 然後影響到EPS 然後影響到我們年中獎金的計算辦法 翻開鐵塑前幾年年中狀況 去年平均每股稅前盈餘有3.37元 年中四個多月 前年更拿到最高上限7個月 最低的109年也有3.66個月 但今年看來恐怕會更低 一定要轉型才能創造更多的 這個產品的附加價值 很快要轉型 因為明年看來前景仍然不算樂觀 不過工會也說 今年受到多重影響 擴力不佳 員工好歹也有三個月的年中 也算是幸福企業了 記者宣學華 葉宣姐 台北報導